嗨 大家好 我是今集见面了 那么很多人认为我们人间的各种艺术品 它的灵感本身就来自于灵界 比如说像达芬奇的各种画 著名的莫娜丽莎 它的这种灵感也是来自于灵界的 所以的话我们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界的东西 都是很多源自于灵界 不然的话我们人怎么可能这么多发明创造 包括我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都是有大量的星际种子来到了我们的地球 给我们了很多启示 包括他们也能接收到灵界的很多资讯 这样的话我们的地球文明才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么金星人欧米娜也说过 他说在金星的高维度的地方 很多很多金星人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必然需求的 他们工作都是为了爱好 有的是工作喜欢创造 有的是工作喜欢发明一些科技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属于艺术家了 他总是希望创造出艺术产品来 艺术作品来 那么他也是通过一些这种灵界的力量来传递给地球的 比如说他给地球发送一些这种灵感了 包括一些资讯了等等 所以在地球上的很多艺术家 他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或者冥想的时候 或者说在路上走路的时候都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灵感出来 这些灵感其实来自于哪里的都是来自于灵界的 那么金星人欧米娜说金星的高维度的这种艺术家 他们也想给地球贡献更多更多的光明 所以的话他不断的往地球发送各种各样的信号 各种艺术的这种信号 包括这种发明创造的信号等等 这也是说明了我们所有物质世界的所有东西 其实最根源来源都是灵界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发明家 他们的灵感也是来自于灵界的 很多就是说科学家他一觉醒来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里面就解开了 比如说他的化学分子式 或者说某些方程式 等等这些都是灵界的力量 给他了一些这种灵感 所谓灵感灵感本来就是来自于灵界的感觉 那要不然的话就叫成逻感了 逻辑的感觉 我们通过逻辑分析能推理出这种感觉就不能叫灵感了 对吧 那比如说像牛顿的爱因斯坦 他们其实一生里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神学 研究灵界 只是说他们手稿里面的很小一部分 比如说研究自然科学的被人发现了 觉得很有道理 三定理很有道理 就给人开始宣传说牛顿是在自然科学里面非常有造诣 其实牛顿在神学 在灵界的里面也非常有造诣的 包括爱因斯坦也是的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老年的时候 他也是不断去研究灵界 研究神学 那么证明了我们现在目前社会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来自于灵界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位神童 他其实出生也非常不频繁 那么在三岁的时候就自己开始画画了 然后一直画到现在 然后他的很多画都来自于他的梦境 来自于他看到了异象 那么有几幅画非常传神 据说是他看到了耶稣 或者看到了上帝 然后把他给画出来 那阿齐亚娜的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信徒 但是他却有非常虔诚的信仰 然后他坚信他看到了很多异象 包括梦境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把它表现出来画出来 那么他的画也是触及心灵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几幅他画的画 那大家看这幅画 这幅画来源于他13岁的作品 叫做永恒的脚步 2008年的作品 那么他想表达是什么呢 说我们的指导灵一直在关卫着我们 无条件的爱着我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他们不断的给我们勇气跟智慧 这才让我们完成此生的任务 那么画的意境很明显 就是说我们物质肉体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 而是我们存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我们是一个跨维度的生命体 因此我们才有这么多智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 他有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是在地上坐着 一个女人是在天上漂浮着 那么这个在天上漂浮的人 就是他的指导灵或者他的高我 然后给他一些安慰 可能他遇到很多郁闷的事情 给他一些爱的力量 然后大家再看这幅画 这幅画非常传神 它是阿琪亚娜的12岁作品 那个画中的小女孩叫做玛丽亚 她的眼神感觉就是触及到灵魂了 感觉 然后就好像她不来自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触及心灵了 然后接下来看这幅 这幅看似是一个很普通的熊的这种画 但是其实它的含义就是说 当熊遇到光明的时候 跟普通的熊没遇到光明的时候 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然后用他的原话说 说这组熊表示了五种人对上帝不同的反应 那么上帝的光照耀了他们 只有三组感受到了光 那么一只熊想逃离光 一脚踏进的幽暗 另一只被光激怒了仰天成效 那么第三组就是位于右上角的是一对母子 他们仰起头 然后满是敬畏跟喜乐 那五祖熊里面 这对母子熊是唯一一个在戏水中有倒影的 那么阿齐亚娜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认识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剩下两组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到光的存在 他们是角斗士或者在拼打 那为了一己私利同类搏斗或者忙于各种各样获取身外之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画的意义就是说不要逃离光 不要恨光 不要为了私欲而战斗或者只顾自己 这样的行为人必定完全迷失真道 仰望真理而活 你将得到平安喜乐 这幅画的意境简直太高了 这幅画的意境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出来 这幅画是出自一个九岁孩子之手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么让阿琪亚娜最出名的一幅画叫做和平之子 它是一个他描述上帝的样子的画 然后这幅画辗转反侧 中间丢失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最后的价格是八十万美金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画 然后这幅画的出处是因为他在四岁的时候 不断的梦见上帝 不断的梦见耶稣 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异象 但是他始终看不清脸 终于有一天有一个木匠敲他家门 然后他突然发现木匠的长相 跟他梦中还有他异象看到的这种上帝的样子 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他赶紧抓起笔来 迅速的四十个小时把这幅画完成了 那一年他是八岁 所以的话这幅画也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和平之子这个眼神 你紧盯着这个人的眼睛 真的一股能量就是涌上心头 触及灵魂的能量 那么和平之子也在各大媒体 各大电视台出现过 那么这张照片就是阿琪亚娜长大以后跟和平之子的一张照片 大家再来细看一下和平之子这个眼睛 真的你不能直视 你直视以后你感觉好像内心一股暗流 古莫名的激动 所以你看照相机跟这个画作里面最大的不同 就是照相机只是把原来的这个样子复制下来了 没有神 但是这个人画出来的话就感觉来自于灵界 来自于另外一个维度 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天堂是真的 里面的男主角这个小孩 他在宾死状态下看到了这个上帝 那据说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后来这个电影的原型小男孩 看到了阿琪亚娜这个和平之子这幅画 他看到之后就非常惊讶 说这幅画就是我当时宾死状态下看到了上帝的模样 那么这组照片就是这个小男孩跟阿琪亚娜的一张合照 那么所以这两个人都看到了上帝的模样 才画出了这个上帝的模样 那么这个小男孩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幅画他画的真实的这种感觉就是来自于灵界的那个上帝的模样 那么其实我自己有个疑问 无论是小男孩还是阿琪亚娜 他们看到了到底是上帝还是耶稣 因为上帝跟耶稣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人 那么也许他们的样子长得也很像 这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不过阿琪亚娜在22岁那年的时候确实画了一个耶稣的样子 他名字就叫耶稣大家可以看这幅画 据说这幅画他总共花了1000多个小时 也是精雕细凿 看画里面的眼神也非常入神 大家再看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直觉 他画里面感觉有点像亚洲的小女孩 那么这个小女孩也许是他在梦中的小女孩 或者在异象中看到的小女孩 反正感觉是非常传神 非常纯洁 大家再看这张 这张画叫做爱永不孤单 简直是真的是触及心灵的画 这是他12到13岁的作品 你看这个画中的女士 她唯一在她丈夫的怀里面 她眼神看着远方 简直是眼神连接到灵界了 大家再看这张 这是她11岁的作品 名字叫一同创造 这个其实是她画的自己 那么她自己里面的眼神 也是非常传神的 让人们相信 这个眼神的背后就是灵界的能量 灵界的她那个高我 然后再看这张 这张画的名字叫母爱 是她11岁的时候的作品 也非常传神 只有在梦里面 只有在灵界传达的资讯里面 才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画的感觉 照相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造型的 大家再看这幅 这幅是她12岁的作品 名字叫重返家园 这个所谓的家园 其实就是我们灵界那个本来的自己 这里面画的有点像天堂的入口 或者是灵界的入口 真的是美爆了 那么阿奇亚那跟中文 还是蛮有缘分的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 她在写爱这个字 那么关于中文 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 就阿奇亚那 她是在有一天的时候 她想画个冷的东西 她有随手就容易画 画出来一个冰字的造型 这个冰这个中文的冰字 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路过以后 这个人是个中国人 他看到以后 说阿奇亚那你怎么会写中文 你怎么会说中文 什么时候学的 阿奇亚那说我从来都没学过中文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它是冰字 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意象 根据我的想象里写出来的 所以的话你看吧 当她想画一下冷的东西的时候 她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冰字 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就画了出来 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 那么也是意识着我们任何的事情 都是跟灵界有关联的 然后再看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量子世界 然后说有一天 一个量子物理学家来到的画室 看到这幅画以后 就问阿奇亚那说 你是从哪里知道量子世界的呢 阿奇亚那说 我从来都没见过 只是凭直觉化的 那不过呢 这个物理学家对这幅画有高度的评价呀 说这幅画有非凡的意义呀 然后阿奇亚那自己的解说是说 这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量子世界 具有无限的目标 我们追逐了微观世界里面的重力法则 并试图改变那里的法则 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法则 完美接受了暂时不完美的存在 因为底部 却是这个世界重心所在的基础的底座 然后接着又说到 说关于量子世界呢 这是量子世界的一个微观部分 在时间内外 其来无今 其往无骨 这个拥有数十亿维度的门户 是生命最深的秘密 只有通过毫离不爽的永恒视角才能洞察 这里的每个符号代码和形状 都与着这个神秘的世界有关 简直是精美绝伦 这就来自于灵界的频率 那么阿奇亚那这种画真的是精美绝伦 他在他这个画里面表现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些物质世界的东西 而是说真的是来自于灵界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或者说在梦境里面看到了 或者在意象里面看到了东西 那么他其实也有个习惯 在每次画画之前他又要祷告 祷告 祷告完以后就开始画画 画出来的一些灵感 都是来源于他的直觉 他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每次早上起来以后 他做了很多梦 他就赶紧告诉他妈妈 我做梦梦到什么了 然后于是就是说 我要画这个 我要画这个 于是把梦境里面的东西都开始画出来 大家都知道 其实梦境其实就连通灵界 连通人类的群体意识 那么从他里面拿到的资讯一定是非常完美 一定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事情 那么另外阿奇亚纳也有一个特殊功能 就是说他的头发经常会变 一会变成黑色 一会变成黄色 一会变成棕色 总之他的头发不是染色的 它真的是自然会变化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幅画里面阿奇亚纳的头发是黑色的 那么大家再看 在他小的时候 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也有的时候头发是棕色的 那么阿奇亚纳从小到大 其实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在这里面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那么总之 通过他的各种经历 以及他画画表现出来这样一个感觉 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不是简单的物质世界 它来自于我们灵界深层次的联系 那么阿奇亚纳就是这样一个使者 他把这种联系 以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从三岁到现在 阿奇亚纳到底画了哪些非常好的画 阿奇亚纳的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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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